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為什麼我們來到這裡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從六月多的時候 我們上了林口交流道 因為我們的案子一直遲遲沒有解決 也沒有得到交通部正面的回應 所以我們上了林口交流道 用這個行動換到了 跟交通部長葉匡時見面的機會 葉匡長承諾 可以在六月三十號之前 單獨的與自救會相關的成員 就大家代表 就大家關鍵的議題來溝通 和交通部長見面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葉匡池他承諾說 會用一個專家學者委員會 來研議 我們收費員的案子 應該要怎麼樣解決 但是 到現在已經十月多了 這個專家學者委員會 到今天是要召開第六次的會議了 可是我們自救會看到 我們收費員看到 專家學者這個委員會 對於我們案子的解決 至今仍然沒有提出任何明確的方向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 希望跟專家學者們 請求他們 可以快一點 你出方案來 從第一次的開會 就把我們自救會的訴求 講得一清二楚 每一次都遞上了資料 所以希望這些專家學者們 既然是張召集委員 邀請大家一起來 替國道收費員 這些國家的雇員 能夠解決的這個 能夠擬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那我們願意相信 可是到目前 都沒有看到一個 任何的具體的草案 可以來面對我們的訴求 現在我們又面對了 這種被拖延的狀況 我們希望專家學者 既然擔起了這麼重大的責任 不要再逼我們去阻擋任何的交通 但是我們也要說 如果專家學者繼續拖延 我們只好再奮力一搏 專家學者來到這裡 總共有七位專家學者 每一位都是勞動界 勞動法界的專家 在全台灣的這些勞動法界 也有相當的名聲跟名望 既然他們是勞動法界的專家 我們相信他們可以看到勞工的處境 我們也相信 在我們提出的這些方案裡面 他們可以好好的閱讀 好好的認真的研討 提出一個真正可以解決的 不要讓遠通 不要讓交通部 就把這些跟他們在一起工作 這麼久的這些勞工 用完就丟 踢到旁邊去 我們這些人 在專業界裡面 在專業界裡面 有名的專家學者 能夠看見我們這些勞工的處境 能夠盡快的提出一個方案來 不要讓我們這些勞工 在外面繼續受苦 繼續等 我們已經等十個月了 讓張老師能夠盡速 加速你的腳步 提出一個明確的方案 也能夠參考我們一直以來 都提給張老師這邊參考的這些 我們的方案 能夠趕快擬出一個方案來保障我們的權力 好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張老師加油 張老師加油 魏律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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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速你出方案 盡速你出方案 保障勞工權利 保障勞工權利 這個我們專學其實已經成立三個月了 那我們 基本上來講三個月大家都等待很久 我覺得這樣的努力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為什麼要退出 就是說如果遠通他覺得這樣不公平 我們也願意給他公平一個機會 說我們的兩位 那個我跟什麼做律師退出 期待說遠通以及高工局拿出更大的誠意 來解決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 你們覺得從去年十二月到現在 我們等待多久了 十個月了 我們到底還要等待多久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決定說要跟 要走出專學委員會 跟大家一起站在一起 謝謝大家 我們原本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那但是 因為上一次開會 這個遠通公司就是 的 所推薦的委員 那當然他就是用一些 所謂的程序上面的方式 就是說表達他們的 這個 對於程序上面有意見 那當然最主要的一個意見說是 我們推薦的委員 就是有四位 那這個他們推薦的委員 只有兩位 那他們覺得不公平 那這部分其實我們也是 配合這個主委 的這個 他的才勢嘛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希望兩邊相當啦 但其實上 事實上這個委員會 也不是用投票的嘛 也不是比人頭多嘛 對不對 只是說 如果真的要比人頭多的話 我們人有比他們少嗎 有嗎 沒有 對不對 我們收費的人更多啊 對不對 搞不好比他們公司員工還多 對不對 所以 既然他們這樣講 那我們當然 我們幾個委員討論的結果就是說 那我們 避免將來 這個 遠通公司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 來去說 這個 這個委員會一點都不公平 之類的 所以我們還是決定 我們退出啦 也呼籲 專家學者 應該要看到 收費員的案子 是一個國家整體政策 最末端的問題 如果你要 解決收費員的案子 代表著 你對於國家現在的 評估政策 提出一個反省 我們呼籲專家學者 呼籲這些勞動法的專家學者 可以真正 拿出你學者的勇氣 拿出你學者的批判 對於國家 現在 正在剝削勞工的這樣的政策 提出一個反省 我們希望 專家學者 在我們的案子上 可以站在勞工的立場 提出有利的方案 國家惡性官場 國家惡性官場 學專要有立場 學專要有立場